今天如果要外出的话 天气状况如何 我们先看到台北市 今天外面是阴雨的感觉 阴天阴雨绵绵 今天会有点雨 温度还OK 算温暖18度 今天降雨几率比昨天还要高 今天有到达60% 所以在台北地区的观众朋友 如果今天要出门的话 雨具也要带好了 我们进一步看到卫星云图 今天的天气其实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迎风面地区 像是北部东半部地区 天气是比较凉的 那么其他地区也要注意 因为早晚也偏凉 特别要注意的是 因为这个刚刚讲到 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北部东半部地区 今天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那么其他地区上去中南部 则是多云道晴 另外也要提醒 中南部地区清晨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局部的雾影响能见度 所以如果开车 也要特别留意这个开车的一个状况 那么今天各地的低温 大概都落在14-19度左右 不过白天高温 中部以北还有这个东半部地区 都有23到25度 南台湾天气更好了 可以达到27度 只是要特别留意的是 这个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所以早出晚归或是骑车 这个衣服还是要穿 好另外来看下一张图 这个今天定量降水图 天气这个下雨会集中在 主要可以看到白天的部分 刚刚讲到了东北季风影响 所以在银货面地区北部 东北部 今天雨量还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您是要前往宜兰啦 或是一些基隆东 这个东北角地区要游玩 或是要开车的话要特别留意 而且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 那么到今天晚上呢 还是虽然呢 这个水气比白天要少一点了 可是主要的这个水气 也还是集中在这个东北部地区 所以要提醒 如果是要去宜兰啊 这个东北角的话 要留意这个降雨的状况 好讲到下雨呢 今天这个气象局 其实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 拿一些地区呢 来看到像是基隆啊 台北 新北 双北市要特别留意 还有这个宜兰 刚刚讲到了 如果今天你是有计划 要前往这些地方的话 这个雨具要准备好 行车上头也要注意安全 因为有时候下雨 我开车会有点不清楚 或是地面比较滑 要特别留意了 好接下来几天的这个天气状况 我们来看到哦 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呢 所以整个春节廉价的期间啊 北台湾呢 到初五之前啊 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 可能有时候会看到太阳 有时候呢会有一点雨哦 昨天就是这个样子 本来呢 我出门啊 还是觉得好热 我还穿了一条短裤 结果呢 要回家的时候 发现一怎么又开始飘雨了 天气又变凉 然后太阳下山之后呢 温度又降低了 那么提醒大家呢 在初五之前 天气状况都有可能会像这个样子哦 北台湾的部分 只要呢 出太阳 民众可以外出走一走 不过 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 膝带雨具哦 避免淋雨 那么下个礼拜三呢 也就是17号开始 东北季风又会开始增强了 所以呢 这个水气啊又要开始增多又要转成阴天了 可以看到啊这个地区北部东半部地区呢又有雨了 所以呢会是一个飘雨的天气 不过隔天又会从湿转干到时候呢只剩下这个东部地区比较容易降雨哦 所以呢其实未来几天呢天气是有点不太稳定的 到这个17号之后18号开始呢又可以看见太阳露面 所以这几天天气变化算是有点大 温度上头是还好 但是呢这个天气形态要特别留意了 好最后呢这个关键字来帮大家整理了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北部东北部呢 湿凉有雨 那么北台湾呢这个雨可能会一直 时晴时雨一直到初五左右 那么中南部要注意的是这个日夜温差比较大 高温白天可以到达27度 但是太阳下降之后呢又会稍微变凉了 要特别留意小心不要感冒了 其他呢像是这个中南部地区啊 在清晨还是会出现一些雾的状况 所以呢行车上头也要特别留意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